你這個地方點下去呢 如果說你還沒認證 這邊也會告訴你嘛 你就把這個複製起來 馬上進行認證就可以了 點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跳到那個畫面去吧 不過我已經完成了 如果說你還沒有完成的話呢 你就把認證碼貼上去 並且把你的那個密碼也打上去就可以 那這樣就可以完成你的認證的動作 那認證成功它也會寄信告訴你 恭喜你什麼什麼 那另外就是說 假如你資料有錯誤的話 你可以去修改你的會員資料 但是呢 你的身份證字號一定要記得 像我剛剛沒有辦法改了 因為我也忘記我用了哪一個身份證號 所以就固定的啦 除非說要重新申請才可以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露天拍賣的一個申請流程 那我們就完成了這個動作 再來呢 我們後面課程還有蠻多的 我們繼續來看喔 不過今天的話大概要把後面那個簡報 就是說我們那個講義後面 第二之一 等於是第二章的部分大概講完 其實時間就差不多了 但是後面還有很多 其實如果你有關這個拍賣的部分呢 還是需要懂的部分喔 還有還有蠻多的技術的 比如說呢喔 比較迫切需要的應該是那個照相 再來你有東西要賣 有東西要賣之後的話呢 你需要照相 那數位相機拍照跟後面的修圖部分喔 這個是基本的能力啦 基本能力 還有這個網頁的製作喔 在那個露天拍賣裡面也需要一些簡單的一個 這個這個製作網頁的能力 那裡面的話呢 後面還有還有一些需要知道像什麼 如何上架 商品上架等等的 它可以讓你 像露天有一些功能大量上架 也可以單品 也可以簡易的上架 那其他還有像賣場的設定喔 你會發現裡面呢 你現在雖然是已經是賣家了 可是你要去編輯什麼關於我 大家應該都知道關於我吧 有沒有 就是說賣家的時候 你要去了解這個賣家 他有一些什麼資訊啦 像轉帳的帳號 或者是怎麼跟他通知email信箱 或者是可不可以面交面交的訊息 或者等於是買了之後 有什麼樣相關的注意事項 都可以在那個關於我裡面看到 還有聯絡我等等的這些相關的 還有什麼宣傳你的賣場 設定黑名單 假如說有一些賣家 你覺得這個買家 如果這個買家 他每次下標之後都不買的話 你可以把它列入黑名單等等的 這個是露天拍賣會員之後注意事項 那再來的話呢 網路拍賣食物啦 後面的話就是 有一些食物的 注意的內容 包含就是說 什麼 了解 色差 少糾紛 選擇適當的類別等等 還有善用關於我 使用HTML精靈強化商品描述 這個所謂HTML就是網頁的語言 你要做網頁最基本的語言就是HTML HTML 那在Yahoo或者在那個露天裡面都有所謂HTML精靈 就是讓你做網頁的一個基本的那個功能的精靈 那 那 對就是等於是套用最基本的功能 它只是輔助你達到最基本的能力啦 但是如果你要進階的話 你還是需要去使用一些像網頁設計的軟體啊 像什麼front page 對 套用就 但是只是達到一個最基本的 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最基本的賣家 就不是專業賣家啦 專業賣家跟那種陽春賣 對 當然這個部分就是看你學到哪個部分哪個階段 那你在逛賣家的東西的時候也是可以看得出來 有的人其實自己在賣跟專業在賣就有差了 這個跟你成交的意願也有關係 它是簡稱 就是hypertest mark of language 就是 它簡單的說起來我剛剛解釋就是網頁的語言 或者叫製作網頁的語言 就是hyper就是超連結的意思 hyper 可能已經離很遠 沒有 那個這個後面有興趣 你再說好了 你只要記得說 目前知道 該知道就是html 就是一個製作網頁的語言 製作網頁的語言 L就是language 語言 對 language就是語言 t就是t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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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guage 不是 這文字啦 TXT 這個是最基本的 網頁設計一定要懂的 其實學習網拍裡面 最重要的兩個部分就是 處理照片的部分 影像處理還有網頁設計 這兩個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你要完成 把這個商品放在網路上面 需要兩個技術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再來看 了解色差減少糾紛 這裡就是說 關係到你拍照的時候 因為有的時候拍照 拍出來的照片 顏色有色差 比如說 紅色拍成黃色的 或者黃色拍成橘色 那到時候人家拿到這個商品的時候 會覺得說 你怎麼騙我 那主要就是說 你照片的時候 那個色差 要盡量避免 那要避免色差的產生 大概有以上幾點 第一點的話 相機的品牌 但品牌不要買太爛的 那個 雜牌當然拍出來 有時候會 是真的蠻厲害的 還有燈光的照射 所謂燈光照射就是說 像這個日光燈 比較偏白色 那如果是那種燈泡 比較偏黃色 那個就是所謂的色溫 色溫 色溫的話呢 它會影響就是 你數位相機照相之後 進去的顏色 可能本來 白色的燈光底下 照出來就會比較偏白 比較偏白 那黃色的地方 照下來就會可能 比較偏紅色一點點 那這個部分的話 跟那個相機裡面 有一個叫做白平衡 有關係 白平衡 那一般數位相機本身 都是自動白平衡 但是自動白平衡 有時候也會偏掉 所以拍出來的顏色 還是會有一點點差別 那這地方的話 特別注意 那如果說呢 數位相機 沒辦法調整的話呢 在第四項有沒有 音效